说到内蒙古不能不提包头 包头可是内蒙古最大的城市 包头源自蒙宇包克图 是中华史上最威猛男神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赋予的名字 意思是有路的地方 所以包头也叫路城 城里真的有路哦 包头面积2.8万平方公里 差不多是两个北京大 位于包头城市中心的 全世界唯一的城中草原 面积也就刚刚够铺满 15个天安门广场 如果把包头所有的森林和草原面积 造成足球场的话 这些足球场首尾相连 能绕地球半圈 未来会更多 别以为包头只有草原和路 包头还是中国著名的工业基地 中国创造高铁的铁轨 三峡大坝合拢时用的巨无坝装卸车 国境阅兵方阵中的坦克 中国海军军舰上的主炮 全部都是Made in包头 由于工业维生素吸土储量巨大 使用研发先进 包头还被称作世界稀土之都 除了草原油 包头还有很多好玩的 到北方兵器城 看各式飞机大炮重型装备 到城寺结合 人佛共居的美代照 感怀古迹 到中国藏传佛教三大名寺之一的 武当照 朝圣礼佛 到秦始皇修建的万里长城 秦长城 跨越千年历史 有青山有黄河 四季分明 必然引人向往 古代四大美女的王昭君 便是从这里去到塞外的 还有著名的山西大商人乔志雍 也是不远千里来到包头 建立起自己的白银帝国 包头只有汉族和蒙古族吗 No 全国五十六个民族 这里就有五十一个哦 为什么大家蜂拥而至 纷纷落伍包头呢 包头可是联合国命名的宜居城市哦 地灵必然人洁 才子佳人不断 南北朝时期 北齐国的神武皇帝高欢 便是从包头奋斗到洛阳 奠定基业的 还有册封了达赖活佛的蒙古大汗 阿拉塔汗和他的夫人三娘子 都是在包头建功立业的 对了 人中旅步 马中赤兔的成语你一定听过 可你未必知道 手持方天画戟 做起宝马赤兔的三国颜值最高的第一猛将 吕布帅凤仙 就是包头人 古代的包头人才华横溢 现代的自然也毫不逊色 中国美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两大画家 国画家刘大为 优画家杨飞云 都是土生土长的包头人 说到包头美食 你认为只是吃肉吃肉吃肉 Yes 当然要吃肉 麻奶酒要当饮料盒 烤全羊要当主食之 甜点是拔丝奶豆腐 早点是烧卖羊杂碎 还有手拔肉 炸糕 锅盔 油面等等 让你吃的必然有异域特色 必须与众不同 来到包头可一定要学几句蒙语 美丽的草原是塞汉塔拉 爱是海日泰 有路的地方是包克图 爱上包头就是包克图海日泰 快来中国最美丽的草原城市吧 爱上包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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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